第一个就是能不能用蓝牙键盘来setup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必须用苹果自身的蓝牙键盘 你要用自己的蓝牙键盘 我试过我的蓝牙键盘 等了半天它就不反应 所以没办法就找出一个非常老的 一个USB的cable的一个带线的键盘 第二个问题就是迁移助理 就是migration assistant 就是把一个电脑复制到另一个电脑 首先你两个电脑都要打开 然后迁移助理就是migration assistant这个软件 在两个电脑都必须打开 都必须运行 一个选择迁出 一个选择迁入 我当时就是只是把新的电脑打开 用USB线把两个电脑连起来 结果等了半天根本就没反应 我这样做是因为以前 苹果电脑可以这样连 把外部电脑识别成一个外部硬盘 但是事实表明在这里不能这样做 我是从一个12寸的MacBook迁移过来的 因为12寸的MacBook它只有一个USB-C的口 所以我不可能用USB线来连接这两个电脑 因为这个USB-C的口要你要供电啊 在那整个的迁徙过程中你要给这个笔记本供电 迁徙实际上是用WiFi 同同时两个电脑联系在一个WiFi迁徙的 然后迁徙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在有一些操作过程中你是不能截屏的 所以说有的这些照片 你看像这个照片 我就是用相机照的 所以说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第三个问题就是软件迁徙的问题 就是那个Migration迁徙结束以后 你的所有软件也都 迁入到新的电脑里了 但是你要在运行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你下载Roseta 2 你就接受就下载就行了 这个只运行一次 另外你的所有软件打开以后 要重新录入它的原来的序列号 Serial Number或者是Product Key 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你同时拥有苹果电脑和Windows电脑 如果你要是有一个或多个硬盘 需要在这两个电脑之间共用的话 一般都会把这个硬盘的格式 画成Microsoft的NTFS格式 那你就会用到一个NTFS for Mac 这样一个小的软件 这个小的软件你要重新购买 因为它有一个版本是专门给M1这个芯片的 就是M1所以又要花25号币 另外你要启动这个M1版本的这个软件 你需要做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只需要做一次 就是Enable System Extension 就是启动系统扩展 这需要你关机 然后再重新开机到那个启动安全应用力 Startup Security Utility 需要你在启动的时候 按下和连续按压那个Power Button 就是电源键 不能松手 这样它就会启动到Recovery Environment 就是回复界面 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说你按压和连续按压之间 你的手指不能抬起来 就是你按压下去以后 你就接着按压 你的手指头就一直按压 你不能说你先按把它打开 然后手指的松开 然后再回去再把它按压按压住 就是那是不行的 你要按压住 然后你的手指就不能再抬起来 就一直按压 另外呢 他们以前的或者其他的那个Mac系统呢 他要到这个回复系统里 他们是用那个Command R 这个Combination这个键 但是呢 对于这个迷你来说呢 你不能这样 他要按压那个他的那个Power Button 要用这种方法才能进去 这就是我目前发现的 在设置M1Mac mini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的那个新的M1的Mac mini这个电脑呢 它的配置是16GB 1T 性能的改善和提升的是 到目前为止我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Adobe的那个package Adobe这个全家桶 现在还没有完全彻底的适配吗 等它完全彻底更加适配了以后 它速度提升可能会更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乐 Use Your Google 感谢观看